City Echo 可能有新的朋友在這裡 大家可以走前一點 有點遠 我覺得 可以懷一點 可以圍牢吹亂 我是City Echo 今天這個City Echo的平台 多謝City Echo 可以邀請到我們來表演 來Busking 其實我都很久沒有 出來 很久沒有Busking 所以這次Busking對你來說 我都覺得很重要 因為在這些時候 我覺得 終於大家可以收拾一點點心情 開始有一點點的 平復一點點的心情 但也要勿忘初衷 這是很討厭這件事 也很重要就是 大家要想 大家如何每一天 去過每一天 都可以思考自己人生的路 是很重要的 也都沒有人有不同的方法 和不同的崗位 在這個社會上 所以大家要做自己可以做到的事 那呢 可能是 應該是這個Session 最後一首 不是 最後一首歌 收拾一下 我開心的歌 這首歌就是我 很多年前寫的歌 我中死 還是中五 的時候寫的一首歌 是我中五的時候 因為這首歌 是我中五的時候 那年的中六 就是2015年的DSE 的一份考試卷的一條題目 就是 夢想看似 不切實際 其實很有意義 或者反過來 夢想看似 很有意義 其實不切實際 然後叫你作 那時候見到這條題目 作為一個喜歡唱歌的人 大家經常說 發夢了你 那我就會覺得 這條題目 真的挺有趣的 如果我考的話 我會怎樣寫呢 那我就想了 那我就想了 因為我讀文學 中學的時候 我就想了 如果我把它變成一條文學題 我把它寫了一個 Creative Writing 因為我學校文學 很好的 有一個Session 可以讓我們自由創作 每一個學期 都有一個這樣的環節 我每一次都是寫歌詞的 要不就改詞 要不就自己作曲填詞 那次呢 那次呢 我就想了 如果我把夢想看似 我會選擇什麼題目呢 那通常呢 大家讀了中學的同學 就會知道呢 我們作文的時候 要想好Point才決定 選擇什麼Stance 所以呢 那我就想了 看看我寫到什麼 再決定我究竟 是夢想看似 不切實際 還是很有意義 其實 是不切實際 那最後呢 我就寫了這一首 夢想看似 那 在今年 這個年度 我就重新把它收拾了 那 又找了 Kevin Yam Chin 是 是 那 改編了這首由 我以前的樂隊 Shortwave 這也是我 YouTube Channel的來源 名字 為什麼叫Shortwave Lomo 因為我在樂隊裡面 是單身一個 好像媽媽的角色 所以 我就是Lomo at Shortwave 所以這首歌 就是Shortwave時期的歌 叫做夢想看似 好聽一點呢 就是樂隊的版本 會好聽一點的 如果大家上網搜尋 可能會搜尋到 在我Instagram 有一個Post 是有這首歌的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也挺更新的 但是 就是Post來的 不是IGTV 來的 剛剛的Home 就是IGTV的Lyrics Video 那這首歌 好像不是Free Version 我忘了 但是 接下來 搞定完呢 就會出的了 就會在YouTube上 等MV隆重推出 是的 那麼多謝Kelton的歌手 謝謝Kelton 歌手 曾未嘗追蹤理想事 游張人生中 沒什麼清晰意義 人都算沒法 語言不切實際 奔向那片天 游張那心火焰點燃 柔弱但見藝難 被土浪盡煙 怎麼醒你我 變幻月子 神的聲線 神的呼叫 怪雅亦只配作管笑 星空閃雀 月亮通照 再次約這信念照耀 住手 Let me dream 能待讓我照顧過 仍能骨吸不怕 空抹破 所有以上想念去摸索 Just let me dream 避失去夢幻 寂寞 希望你必定會得到 能遇到快速卻很高 日深淚星火已点燃 但不停踏踏踏进光 如梦魇 相信我路 无句风要施烈 心愿星事 星海呼叫 光荣去追不再当活潮 燭光闪上 依气还照 常问我都别切丢 Let me dream 能是让我想到过 竟然骨架不够保护 所有已想念对我送 Just let me dream 迷失去梦过 归方 希望未必定会得到 能遇到快速卻很高 我未怕 无彩或错位 做梦魇都自怀无畏 现实脱归 未会已远 但争取到此底 我会不会不断 我会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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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Instagram的故事 我问过大家 梦想的意义在哪 很多朋友 原来和我的想法 都不谋異陷 有些人在再次四年后 我也有将这首歌 的歌词 不是 五年后 将这首歌词再次 改变了少少 去 去 提醒大家 心里想的那种事情 欢迎唱 可睡 甚至 可以 心想面都会更泪面 流下过眼泪似着思念 Let me dream 重复醉过大片尖 心动放弃 去过一次 如没试过 又会参见 谁发光更远 其实分有一次 谢谢大家 今天 这首歌 其实你听这首歌还挺紧的 这首歌也是一首我自己觉得很为大家打气的一首歌 DLC我们通常都写persuasive writing 大家就要学会 可能看一下 我写完这个之后有没有persuade到大家 我说其实梦想看 切不切实在 其实很有意义 当然大家如果写意读文的时候要加例子 好了 好了 今天这个节目还有一首歌 就想画一首比较静静静的歌 是一首 是哪一首 就是一首我都很喜欢了很久 以前从来都不会用来出表演 但是近期是这样出的 因为这首歌呢 在我的療伤 療伤 的playlist里面 就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席位 我真的在病 所以很疼很肝 就是王姐姐的迷失艺术 如果大家不开心的时候 去听这首歌 我可能希望会有一个疗伤的效果 对啊 还有空也是 好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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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一个第一次 你会看电话 我看电话 有韩子那不疼 你会看到有韩子那你带的感动 你会看电话 有韩子那你带的感动 你会看到我 不疼吗 我不是悩心的感动 你会看电话 有韩子那你的感动 你会看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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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